还有一个 因为我看到你以前 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可能好像在藏地吧 先可能你 我原来看过一些访谈 给你的一些 很早 一段时间我看过 然后你就到那边 当时呢 因为在当时的特殊环境当中 你就学习什么物理 化学 还有音语 后来就到美国 后来在中国这边 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这种校长 我觉得从我们的眼光来看 他这样的研究 尤其是你著名的一个化学家 那这样的话 你首先是对佛学的研究 或者是对佛学的修行也好 证悟也好 这方面是什么时候开始设计的 以什么样的心态下 因为现在很多人学佛 都是有一种密信 盲目地去 你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绝对不会 就是像其他人一样 白白佛 或者是人云亦云 水波逐流 我相信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这样的话 你什么样的一种心态下 研究或者从学术角度讲研究 从我们佛教角度来讲 修学 那这个佛学是你什么样的心态下开始接受的 对 我刚才说过 我从小时候就对佛教 对寺庙有天然的热爱 就是有感情 但是没有道理 说不出来 就是心里头就是这种热爱 到我已经50多岁了 50多岁了 我做中科大校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到了一些文章 就在国际上 有人开始研究这个心智科学 就是 意思就是 现在的科学研究的多的是物质 科学不敢研究 或者是回避去研究的是意识 对 人的意识 对 对 意思怎么去研究它 这个可能是21世纪的一个大方向 对 所以我当初是完全从这个科学发展的角度 想去看看意识应该怎么研究 这个时候就不可避免的想到要了解佛学究竟怎么在研究意识 对 所以我第一次到 我到西藏去过几次都是一种阔望 想从西藏的喇叭高升和福那里了解到他们是怎么看待意识的 他们训练他们的意识能够做到什么事 比如我到玉树州有个结谷镇 对 结谷市有一个 结谷市有一个 对 结谷市他们那个灼火练得很好 对 对 对 他们每年春节过了事务的时候 就有一天就是全市的僧人一起坐在这个湖边上 然后用那个毛毯把毛毯的冰水里头打湿 打湿 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打坐 打坐了也就一直到把那个冰毯烤干 对 有有有 藏地有 就这个 我尽管没有亲眼看见 因为他是正月十五 那个时候我没有去 我去的时候都已经是夏天了 但是亲眼看过的人这么多 我相信这是真能做到的 对 那么他这个做就是表明这个意识 有一些东西我们远远还了解不到的 或许还不了解的 是的 是的 他就靠意识的训练 他就能够昆生发热 对 一直到把那个冰毯烤干 对 这个是对我很有影响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张传福教 已经很有高度了 能够修到坐火这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张传福教 确实积累了很多 关于意识修炼的这种东西 对 这种东西吧 像那个解骨症 那个解骨寺他们的那种 做搓火啊 这个 你们也念搓火吧 对 一个提手 两个除 有有 除火 那个蓝毁金老师说 是他在那个厄秘山读大藏经的时候 那个大藏经里面也照到过这个 大藏经的就是处处就是 对 他是做火定 对了 对了 那这种东西就很很值得认真研究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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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对战传福教一直是从 充满了这个崇敬之心 嗯 想好好了解清楚 嗯 嗯 当然 因为我我想有好多东西啊 这福学的福教的东西啊 一定得要这个 清深实践 是的 嗯 实修你才能理解 对对对 不是光听说 或者是光看书的 对对对 嗯 那么 我能够得到的这个 呃 机会呢 很有限 嗯 所以了解不多 嗯 嗯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 我能够做的修行的路 最好的就是把科学搞清楚 对对对对 然后呢 把这个科学呃 给福学呃 慢慢相通的这些道理都说清楚 对对对 我想这个这个福学修 福教修炼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就是科学法门 对对对对对 呃 也许像我们这样的人吧 呃 走这个法门啊 是的 给给那个呃 呃 藏传福教修修炼的人一样 对 完全是一样 达到最最后的真理嘛 对吧 是的 所以我现在的精力就放在这个 把科学的这些问题搞清楚 对对对对对 科学这问题啊 最忌讳就是 牵强一些比对 嗯 那样的也就让大家不服 嗯 嗯 嗯 所以一定要真正搞懂了之后吧 把把他意思说得很准确 嗯 这样的人都能接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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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